你喜歡跑步嗎 你跑步前有正確熱身嗎 保你平安 有看有健康 大家好 我是最愛運動的保養醫師 大家是不是都有些運動的習慣啊 像有些人喜歡慢跑 如果你沒有正確熱身 很容易越跑越糟喔 做熱身超有什麼重點呢 首先第一個大重點就是 健進強度 譬如說我們要做一個60分鐘的訓練的時候 你熱身至少要5至10分鐘 一開始喔 要慢慢的熱身 讓你的心跳上來 然後之後再強度比較高 這樣比較不會受傷喔 那第二個重點是說 我們要動態伸展 等等 在了解動態伸展之前 先來看看什麼叫做靜態伸展 像我們以前喔 我們上體育課 老師是不是跟我說 運動前要伸展一下 結果我們就靠著牆 去拉筋 我試一些拉筋 那其實喔 現在就運動科學來講 這個是比較不好的 其實會降低這個肌肉的運動表現 還有爆發力 我們現在覺得比較適合的是 動態伸展 用一些跑步的分解動作 來做一些熱身的動作 除了可以增加跑步的定技性 以及跑步的效能之外 還可以減少受傷 第三個重點最重要就是 所謂的技術訓練 什麼是技術訓練呢 就是馬克超 熱愛運動真的有認真跑步人 都會知道馬克超喔 馬克超其實就是這種 跑步競技訓練的教練 把它分解的一個過程 譬如說我們會做一些快跑動作 馬克超把這些分解動作 分成一小段一小段一小段 把它當做一種快跑的技術訓練 還可以當做一個很棒的熱身運動喔 那做馬克超的時候大家要注意 你全部的動作 你全部都要挺胸 骨盆要挺直 要收起核心 不要問要駝背 肩膀要打開 想像上面好像有一個人在拉住你 首先最重要我們要找一個 大概二十至三十公尺 比較安全的場地 那我們第一個要動作的是 我們的高抬腿 我們要腳抬高 腿關節要抬高 大概九十度 那膝關節大概九十度 這時候對面的手也是一樣 大概要舉九十度 就是兩邊要對稱 然後我們就交替的 這個抬腳一抬手 第二個動作是 墊步加抬腿 我們就把前面剛才那個 抬腿加上一個墊步的動作 就是你小腿肌要用力 然後把它跳起來 記得身體要打直 骨盆要回正 要挺胸 下一個動作是 三步一抬腿 三步一抬腿一樣 我們只是做一個 小跑步動作 然後再做一個抬腿 那記得就是 它的重點是抬腿 所以你的這個腳 九十度九十度就要記得 下一個動作 踢腿 就是這個動作 會有點像我們憲兵在走路 主要是要伸展我們的腿後肌 那有些腿後肌太僵硬的人 他就覺得 腳好像很緊 這是正常的 多做之後 腿後肌就不會那麼緊繃了 其實沒有很難吧 接下來的動作是 墊步伸腿 墊步伸腿一樣 我們就是伸腿的重點 身體要打直 腳踢出去 然後再加一個墊步的動作 那下一個也是 大家很熟悉的一個 三步一抬腿 重點其實跟剛才伸腿一樣 你記得 你踢出去的時候 身體要打直 然後再配合一個小跑步 做一個伸腿的動作 那其實有些 剛看的運動人 會有一些不協調感 其實這個都很正常 我們只要訓練一陣子 就是你就會看起來比較自然 看起來比較專業 比較Pro 那我們下一個動作後勾 那記得要收縮你的核心 然後想辦法讓你的腳後跟踢到你的屁股 下一個是牽高抬腿 這個動作跟前面有點一樣 其實馬克招就是各種基本的動作混合在一起 抬腿的近切板 就是大家要踢比較高 做一個更深層的動態深層 記得核心要打直 正面要往前 其實就想像前面一個你討厭的人 你就踢他 但是踢他完 你還要用點力氣把腳收回來 這樣就對了 接下來的動作是側高抬腿 大家可能做一做 身體一樣歪掉 記得我們做動作都是正的 那這是活動我們的髖關節 那這個動作記得是單側的 所以回來的時候 就是要做另外一邊 大家會看到齁 其實不常做的那邊 其實還是會很不順的啦 那接下來的動作是馬力跳 對就是你想的那個 就是那個超級馬力 你要想像你像超級馬力這樣很有合力 可以做一個高級的跳躍 跳得很高 下一個動作是側面跨步 那我們在做動作的時候 盡量活動我們的髖關節 把我們大腿抬高 盡量到身體的另外對邊 這樣才能正確活動我們髖關節 一樣有些人跨一個步 身體核心就歪掉了 就是我們要打直 這動作一樣是這個雙單邊的 所以記得做過去的時候要做回來 那我們剛剛有示範大概十種馬克超 大家可以網路上搜尋 發現怎麼講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有些動作好像做起來不太一樣 那其實這都是正常的齁 馬克超其實就是一些跑步的技術訓練 他把一些小動作混合做在一起 當作一種動態的熱身 大家要注意喔 不是說我每次要熱身一定都要全部把它做 其實不需要 你只要挑幾個你比較喜歡的動作 熱身就是大概五到十分鐘 專門在做跑步技術訓練的時候 他們可能單坦克馬克超 就會做到三十分鐘以上 那大家齁其實不用太擔心齁 這個做的Y7扭8都是很正常的齁 大家就是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麼做 你就多看影片 那今天這集節目就到這裡 保你平安 下次見